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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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晨光点亮 这喧嚣世界 微微温暖融化 昨夜的冰雪 就像是每一秒 都成为岁月 微微从不停歇 微微就是秋天 你每天落叶 微微就是彩虹 里美的雨点 微微它很渺小 却从不疲倦 微微就是我们 多少次跌跌撞撞 才学会坚强 多少次在迷茫之中 寻找方向 多少次跌倒之后 再忍起来面对 再勇敢去闯 岸总 上次面谈的报价 对方说好 可他们第二天又打电话给我 问能不能往低调整 当时您不在 我就请示了姚总 最后决策是暂不调整 一会儿把明细翻我 好 安总 到 画法行了 简短了成分 剪一顶 我被爱的奔差 我 不许 谢谢 安总 和你啥在那边 哎呦 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他还没那么低传钱 老公的朋友 家庭骗过 倒是我 老公犯杀错 我的朋友就有骗过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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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拆了 跟他拆了我 你这么叛逆 你这么叛逆呢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你结果啊 晃又晃又 不疼强 嗯 今天啊 估计又来到后半夜了 要不让爸来家里陪你吧 哎呦别了 你别折腾他了 我都多大人了 我还能照顾保佬自己啊 行 我信你 我帮你走啊 哎呦我这个 我送走了你来 我送走了你来 你扶好了 我帮王座回 啊 我帮王座回 走 走 等一下 谢谢啊 来找安心啊 你一个人来的吗 没人陪你啊 没有 我先去帮我过号了 你呢 我刚产检完 我先生去开车了 是你啊 你认识安心 何止认识 是朋友还是同事 所以他知道我的事 是你转告的了 不应该告诉他吗 太应该了 我还得谢谢你呢 不然我可能还会继续被动着 恰无声息地生活的 现在小姑娘啊 也不算是小姑娘了 脸皮还挺厚的 你们是不是以为 这个夺人之夫啊 混人家庭啊 这些都是日常啊 要不然怎么可以 那么不要脸的 说出这样的话呀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我是救人于睡火之中的福利呢 这鞋合不合脚 只有我自己知道 不管你是安心的同事呢 还是朋友呢 这事都跟你没关系啊 这事还跟我有关系啊 我这人妈就有个毛病 好他把我拼了 你看我们公司 你走 你走 走 我是为你走鸡腿的商务情节 你知道吗 不回来 你有努力安心吗 你确定他不想跟我面谈吗 我确定 他应该不只是想跟你谈谈 不信你就试试 好 喂 沈三来了 还有什么要转到那办公室 如果现在过去的话 感觉咱俩其实弱了 我先战斗 别拨电话 如果要动手 我立刻过来 好 安总 这位女士找您 你们先出去吧 不好意思啊 这月份有点大 占不了太久 柳青是吧 柳青是吧 好 唐赢的人生不是你最羡慕的 安总 你跟我不一样 你是女强人 有自己的事业 离开洪凯依然能过得很好 可我只有洪凯了 你看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地长大 我真的等不起了 我们都是女人 你也知道就算我可以离开洪凯 可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始终是她的孩子 我知道 在我俩这个事上她对不起你 对你来说是有伤害的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也希望你可以理解 理解什么 理解江洪凯 过那出轨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骗我离婚 我不管江洪凯 怎么描述我和她之前的感情 但是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可以斩断的 没有 她一直都说你很好 可是不得不说 这缘分这种东西 就是说短就短 说没就没的 谁也不能强求 谁也不能改变 可这分开呢 有体面的方式和撕破脸的方式 当然了 我也不希望看到你和洪凯撕破脸 毕竟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也是有一定情分的对吧 你总不能为了分开这事 闹一个不好的口碑吧 我还真是想见识了呀 我还以为 江洪凯找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姑娘 小姑娘 我跟你讲啊 首先 你今天就不应该到我工作的地方来找我 我 你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自己不清楚吗 还挺着个大肚子 生怕别人不知道 是江洪凯婚内出轨 告大了你的租资 你要体面 就不应该来找我 其次 不忘进来 小三就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名词 还有啊 你今天来找我江洪凯知道吗 那我劝你一句 最好不要让她知道 对你没有好处 不管她知不知道 我们的钱你不能拿走一半 你到这儿来找我是为了讨件还件啊 安总 这些年洪凯的生意 也是她用命搏来的 我知道 在我两个社上她对不起你 可这说到底 也是为了这辛辛苦苦的买卖 最终不落到外星人的手里 这钱再多不也是为了下一代吗 您今儿一赌气 把这财产挪了一大半过来 可你有没有想过 这钱本来就是江家的 好 我可以一分钱不要 我没关系 可说到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老江家的后代 这钱本来就是她应得的 我跟江洪凯在一起十几年了 十几年前她还什么都不是 为了她事业拼命的人不止她一个 我现在要的她一半的财人 就是对她最大的仁慈 她在婚内出轨 婚内出所方是她 你懂法吗 你懂法吗 她要负全责的 她要尽身出户的 她要尽身出户的 懂法吗 我要是你 马上离开这里 好好地抱着你肚子里的孩子 江家的继承人 刘主角梧开 不要再结拜生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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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工作了 请吧 安心 安心 你不要把人憋到绝路上 是你自己不能生孩子 姜鸿海 她不要你的 你敢打我 我敢打死你 你敢打我 快打我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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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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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碰她 是她自己要过来的 你流血了 快叫救护车呀 我 我说她电话 不行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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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我们没事吧 我也要去医院 没事吧 妈妈 船船 承邦 怎么样呀 还在检查 对不起啊 医生怎么样 还检查呢 等着吧 哎呀 是 一 都在这都 走吧 她们只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什么事啊 今晚晚费回去好好休息吧 真的不用住院吗 住什么院啊 好着呢啊 保持好好心情 刚真的我都快吓死了 没事 一会儿我叫小王送你回去 今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就完了 我们家姚薇自从认识你们两个口子之后 接二连三出事你知道吗 今天的事情是我们不对 不管这事情最后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会在经济上做出一定的补偿的 我知道你有钱 姚总 那不是所有事都能用钱解决 你也快当爸了吧 来 你给我算算 按你的标准 你们家孩子吃几个钱啊 程道 程道 医生叫你 来了 我看看 那你别看了 医生说有先兆性流产迹象 先留院观察一点 你说人家两口的事 你老掺和什么呀 你看着你情况 你知道我这脾气 我也忍不了啊 你都不知道当时有多气人 气人也不是来气你的 你得知道孰轻孰重 人一时松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说了吗 医生说要保持好心情 喂 我俩说话 你说呗 说说 保持好心情啊 你也还好吧 一点事没有 放心 老薇 今天对不起 谢谢 谢谢 没事 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我就是看不惯那柳青 这事要是搁谁身上 我都得出骂 以前吧 只在电视剧里 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没想到 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 小萨都找到公司里来了 我倒是真的气梦了 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挡着那么多人的面 还动手打了他 把你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日子过得 真糟糕 日子还长着呢 这才哪到哪儿啊 只要你坚信你以后的生活 一定会是幸福的 那眼前的不愉快 就是过眼云烟 我跟你说啊 垃圾它就只配跟垃圾在一起 你就让垃圾把垃圾给带走 什么呀 败类 垃圾 滚 一半去 去的垃圾败类 这就对了嘛 保持好心情 快点赢好啊 我真没事 我再留院观察一天 我明天就出院了 你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 今天是我做的不对 可我就是害怕 你怕什么 这日子一天天都过去了 这是这么一直拖着 我怕你不要我了 我怕孩子没有爸爸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件事情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你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呢 我不是不信任你 是安心他有一半的财产 这得是多少钱呀 这公司是你一手打拼下来的 他凭什么下收那么多战利品 不 就即便战利品不给他 也应该是我的 对不对 是你的 可我就是不想让你吃亏 你是不想让他吃亏 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吃亏 我错了嘛 我肚子里的孩子姓姜啊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没关系 可你不能不为 我们肚子里的孩子考虑吧 你想过没有 我怎么可能让你和孩子吃亏呢 会吗 不会 可是我就是 行了 别说了 我来找你谈 就是要认真地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擦手了 我会用我的方式解决它的 好吗 老公 老公 今天的场面可吓人了 我都没见过 但我觉得吧 那个小三儿就长得那样 虽然安总是年长了一点 但是在衣品啊 气质啊 性格啊 都没啥问题 这有钱人每天都在想什么 为什么呢 图新鲜感呗 这日子过久了呀 难免有点无趣 啥意思 啥 啥意思 你也想图个新鲜感呗 你别把我煽热扯呀 我乖着呢 我可没那儿闲工夫啊 你 你不是没有闲工夫 你是没有闲钱 瞎说 我主要还是因为爱你 带表着我来 代表着我来 我现在都快烦死了 你说新姐出了这样的事 薇姐还在住院 母婴报价又谈不顺 我请示她俩 她俩谁都不搭理我 这回头忙活半天 奖金还得泡烫 是吗 实在不行也没招啊 要不然就努力下一单呗 我觉得是我还不够精力 家人们 家人们 谢谢关注 谢谢点赞 看啥呢 她老顾推送了 你这就是心术不正 有这时间不能多看看书 多读多报吗 不看了 关机了 你喜欢点什么 关机 关机 不看了 不看了 那个 媳妇 我行呢 咱俩请个保姆吧 你说妈也上岁数了 一个人照顾大保 确实有点费劲 找个保姆 让妈看着保姆 让保姆照顾大保 是吧 可以啊 但我也在网上看了 不好照 明天咱俩去一趟家人公司 行吧 睡觉了 去 再去刷一遍牙 去 去 小点声啊 嗯 您多大了 我二十六 有孩子吗 我没有小孩 我老是有 难道还有时间 找个别人家孩子呀 那你有经验吗 哦 有 我们都是经过配训 才能上岗的呀 哦 现在保姆都这么年轻啊 哦 现在保姆都这么年轻啊 哦 现在保姆都这么年轻啊 那行 那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哎 老姨 那现在不都是生老年轻了吗 那年纪大力 他力气不够呀 我看中介给的资料说 您是学护理专业的 嗯 有学理 大家 我要是照顾好你跟小孩儿 以后能不能请您帮忙给我 介绍个工作呀 谢谢啊 谢谢啊 我们再考虑一下 我们再考虑一下 其实我当保姆呢 就是为了陪我儿子读书的 因为每天六点呢 我都要回出租屋 给我儿子煮饭的 所以时间上我是有要求的 不能住家 周六周日休息 所以吃饭的问题呢 就得你们自己解决了 哎 你们的房子上花多少钱买的呀 这请保姆吧 可以请保姆 那可是有的杂活儿 哎 我是不干的 我呀 只负责照顾小孩儿 这是我的营养师资格站 初级护理站 育儿师资格站 虽然我是男性 但是我很专业 之前我是做护工的 在ICU照顾过病人 病人家族对我评价很高 麻烦了 谢谢啊 给您 这找个保姆怎么 你找对象都难呢 今天这批都太不靠谱了 咱俩再多看两家了 这不找保姆不知道啊 妈这两天真是没少幸福 你又不是没带过 那么辛苦吗 那你不赶紧给妈认个错 你怎么这么无耻啊 卫卫 你怎么这么无耻啊 我告诉你啊 我对妈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那天是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还磨磨唧唧不回来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我当然生气了 我怎么无耻了 我还没责任心 我公司忙成什么样 我天天干嘛你又不知道 我能回来肯定回来了 咱俩你天天录节不录到半夜 因为我没理解你 你哪理你 你没理 就你有理 我肯定有理啊 妈那天不是故意的 然后你 甩个脸子 砸东西 你弄得妈这几天 在家待着都不舒服 看着她好像 改变她跟个外人似的 这你妈你不心疼啊 我什么时候砸东西了 我那是不小心碰到的 你太欺负人了 你妈你妈的 咱俩也成不了一家人 鸽子抱着自己抹过吧 说你干什么呀 下车 走开 干什么呀 你有病啊 你才有病 干什么呀 没吵过架呀 小点声 慢点啊 我家爸爸吃得真了美啊 奶奶给擦个嘴 好 等你等你等你 回来了 回来了 妈 哎 这俩人一块出去的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她一会就回来了 不用等她 我洗个澡吗 哎 这孩子 爸 来 坐这一个人玩 玩会儿 奶奶一会儿跟你玩 啊 哎 哎 哎 不好意思啊 初恋点家里的事来晚了 哎 不好意思啊 初恋点家里的事来晚了 没事 我也刚到 喝点什么 咖啡吧 你好 一杯拿铁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处理家里的事啊 对不起啊 没事 其实女人到了这个年纪 可以选择再隐忍一些 好多闹剧也没有必要发生 隐忍也是要有底线的 隐忍也是要有底线的 你说呢 想好了 要离婚 我好像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么果断 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我是说除了那个女人之外 你自己呢 我自己 我自己怎么了 我和迈克的爸爸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他跟他爸去了国外 没多久他爸就再娶了一个 我一直忙工作吧 对他的关心确实不够 他这两年跑回来 我也想得 好好地补偿他 但是没想到 他跟他爸一样脾气那么倔强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 适合的那种相处方式 难怪啊 难怪啊 难怪什么 我总觉得迈克应该是个好孩子的 可是 他有时候做起事来 总是喜欢选择一些比较奇怪的方式 他现在处于非常叛逆的阶段 永远站在我的对立面 他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单纯要气我 所以于公于私 我希望你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在说什么呀 我跟麦克不熟的 上次抽标钱还给他了 然后他说他想要的心理损失费 也不要了 就这样啊 那就好 我没别的意思啊 虽然我跟他关系不那么融洽 但是我不想看他走弯路 我更了解他 我们又是同龄人 又是上下级关系 所以 我不想看到任何失控的事情发生 你懂吗 哪跟哪儿啊 你就放一百个星号 你啊 就是 怎么说呢 想太多了 虽然我对他关心不够 但是也不想见他走弯路啊 我一直想他找一个真经的工作 可是只要是我介绍的 他都不配合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特别痛苦你知道吗 烦恼极了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换一种交流方式 当然我也不太了解你们的情况啊 没那么简单 是啊 年轻人呢 确实不能闲下来的 如果能出去交几个正经朋友 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把时间填满就好了 要是有适合他的这种机会 你帮我想着点啊 好的呀 没问题 但是你不准多想了啊 搞得我们莫名其妙 上厕所你跟着我干什么 你没事吧 你没事 你看了 我看什么呀 我看好了 已经说我没事再回来的 你出去吧 你三个人 你快要去 我回来就不舒服了 我说我舒服了 总感觉你今天上厕所的感觉 我快避免了 你今天让我喝多少水 这些人在上厕所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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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完了吗 我不着急 也当你帅我再许 水 水 我真没事 你快点走吧 我求你放了 行不行 那不可能放过 我不太信任你 喝 哎 什么意思 啊 今天呢我去的院 还给你嫂子拿药 然后呢就提医生说起 我的事儿 我想 还得把这工具给你拿过来 嫂子一用上 别放废话 挺好挺好 你看这个地方 这结构 啊 这 这细节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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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大招呢 你两个牵手会回来的事儿 虽然的大拙 都是因为那些想的细节 引起来的 我们走着 啊 往前 对 你顺着 对 嗯 嗯 我和你品色热 是吗 没错吧 我跟你说 先造性有产 最重要的 就是避免动态 这避免不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考虑 跟你早就说了 你还能躺住吗 说得不不道理 哎 大哥来了 啊 你干吗呢 哪儿来轮营 哈哈 大哥带来的 啊 哈哈 哥 不错 我觉得挺好的 你哥说的话 哪有错 我觉得没有这必要吧 有 老邦你适应适应 对 弟妹 你适应适应 你相信我 这个很快就能适应 说准 你适应之后 你都离不开他 嗯 这我的意思就是 以后你要是离开他 你都不太适应 那不一个意思吗 弟妹 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啊 对了 我这儿还有个正事 我呀 今天去了恒星的学校 老师说他这篇作文写得不错 恒星要我拿给你看看 给我的 啊 什么呀 别别别你待会儿 那个我 我先走 你俩慢慢看 我再听一遍我会吃醋的 我先走了 弟妹 我走了 哦 谢了 哥 别送了别送了 你俩看信 看信了 我没想送你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拜拜大哥 这小家伙 还挺人意的呀 我心中的超级英雄 我有一个热闹的家 我的妈妈是个家庭主妇 每天都可以让我回到家 吃到好吃的饭菜 我的爸爸是一个天文巡家 我和弟弟的名字 就是他在两次观测中起的 我的弟弟 布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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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 因为妈妈生了小宝宝 要在医院休息 爸爸又出差 我和弟弟流星 被接到了小叔家主 实话实说 我小婶身上缺点挺多的 在厨艺上一如十 什么菜都不会做 还不会让你走的地 产生黑暗料理 有什么问题吗 实际也不太好 总是大火大叫的 任何没有完成 不能过来拍的 我有时候听觉了 我实际就是个防灰干 但渐渐的 你是防灰干吗 不是 但渐渐的 我发现它其实挺特别 有反转吗 她并不觉得我是小孩子 总是平等地和我们平和的 一对一的交流 你看 你看 当我做错了事实 她会严厉地批评我 当我表现得不错时 她也会不吝啬地对我表扬 漂亮 我其实一直在想 到底谁才是我们家的超级英雄 爸爸可以上天入地 妈妈可以三头六臂地 照顾我和弟弟 但超级英雄一定是 我想成为的那个人 今天我想成为的那个人 就是我那个 又撒又有些笨的小婶 又有点笨的小婶 好 这孩子怎么那么贴心呢 我怎么说了吧 我老婆肯定能成为最好的妈妈 从今天起 我就要拿出在工作上面拼命的劲 迎接 属于我们的小宝贝 没毛病 你这人打算让我搜这站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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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必要 我不做 老公我不想跟我 真的不想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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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了 买包 谢谢老公 孙一舅 晹一舅 嗨 买 崇总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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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啊 让你们配合日夜见着 我来 没事 白天睡得足 告诉你啊 行吗 行 能坚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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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是一曲荒芜的歌 总是深刻怀揣冷漠 每个女孩都真心爱过 爱是言温柔却随成梦 如果大风吹起脚弱 吹青迷惑 吹赶交着 怀抱里疯张的裙落 炎阳下没用的烟火 看翅膀张着 可情已凋落 你想是什么 岁月的乘客 如果梦穿过你的生活 天上飘着短命的泡沫 我会想是什么 岁月的天上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